好,我們來看這個不等式的合併類似語音用 不等式的合併類似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現在有兩個不等式 A小於B 跟B小於C 那這兩個不等式就可以合併類似 寫成A小於B小於C 比如說幾個例子 比如說這個例子 這個例子 這個就是兩個不等式的合併類似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意思就是說 這個不等式,而且這個不等式 就-1小於3x加2 而且我們就省略了 而且3x加2小於5 好,那我們以這個當例子 他說要解這個不等式 並在數線上標示 好,那我們就解這個不等式 那這個不等式的話怎麼解 好,我們知道這個不等式的話 上面這個不等式怎麼解 就是21過去 21過去的話呢 這是-1-2 就是兩邊-2 這是-3 -3小於3x 那這個就等於多少呢 我兩邊給他除以3 就-1小於多少呢 小x 好,兩邊除以3 那這個呢 這個就把2移過來 兩邊-2 把它移過來 我覺得5-2是3 3x 小於多少呢 移過來5-2是3 那我兩邊給他除以3 就變成x小於1 好,那現在呢 就是這兩個解 就是說 x大於互1 而且x小1 這個可以把它合併類似 就是-1小x小1 這個就是它的解 那你呢 在出現上標式的話 就是怎麼標呢 就是說 這假設是1嘛 這假設是-1 那是大於互1 小於1 事實上的話 這兩個不等式我可以同時算 怎麼同時算 就是說 我現在 三個 同時呢 減2 同時減2的話 就是3x 小於多少 這個減2就是 5-2是3嘛 這互1減2是 互3 我現在給它同時呢 除以3 x小於1 大於互1 這樣就解出來了 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呢 同時減2 同時減2 這一部分 是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 事實上就是這個 然後呢 這個減2 這個跟著減2的話 這一部分 事實上就是這一部分 然後 全部把它除以3 除以3就是 這個除以3 這個除以3 變成這個 變成這個 然後 右邊除以3 再來就是小1 就是這個 然後 最後再把它合併 就跟這個是完全一樣 好 再來我們來看看 這個不等式的應用 不等式的應用的話 就是說 以1元呢 一次不等式 解這個應用問題 這個 類似與求解的時候 都要注意 適合符合提議 我們呢 就直接呢 來舉個例子 這裡有個例子 他說 乙滋中和水果糖 水果糖 一公斤是120元 一公斤 每公斤 然後呢 牛奶糖 一公斤是150元 牛奶糖 一公斤是120元 好 現在他說 祥語班上 舉辦同學會 需要至少公斤 好 那我假設呢 水果糖 买了X公斤 牛奶糖 买了Y公斤 這樣X加Y 至少嘛 至少要5公斤 大於等於5公斤 好 那現在他說 如果 祥語呢 乙滋挑選了 兩公斤的水果糖 這X已經乙滋了 是2 那我就把X代2 我就2加Y 是大於等於5 這樣的話 才是一元一次不等4 一元一次不等4 不然的話 你這個多一個位置數 變成二元一次不等4 好 那乙滋他說 挑選了2公斤的這個水果糖 在預算不能超過900公斤 預算喔 就是說 預算要 那個 不能超過嘛 就小了等900 在預算就是說 買了2公斤的水果糖 水果糖 買了Y公斤的這個 牛奶糖 牛奶糖 一公斤是150 這個 必須呢 不能超過900元 不能超過900元 好 那麼在不超過900元的情況底下 他會響雨 最多可以選 選過牛奶糖多少公斤 這個牛奶糖的公斤數 Y最多多少 最少多少 好 那我們就把它 就齁 這兩個式子的話 就各位把它解出來 第一個式子 我2移過來 就Y的話 大於等於多少呢 3 移過來 然後這個我把它全部除以多少呢 除以10 全部除以10 然後我把這個呢 24移過來 就變成15Y Y 小一等於多少 90 減掉呢 24 這是6 這個多少 66 66 兩邊給它除以3 3515 325 326 326 所以這個好 是Y 兩邊除以5 Y小一等於多少 5蚊子22 這個是4.4公斤 4.4公斤 好 那這兩個合併 就是說 這個牛奶糖 最多可以買4.4公斤 然後呢 最少要買3公斤 這個就是答案 那麽 我們現在要買4公斤 就可以了 那麽 那麽